音樂風吹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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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188 你剛剛說的 188那個 188那個 188 C C 那邊吧 OK 188 其實現在人家很多人在那個分 188 A B C 这个其实是民间的 真正的移民法规上面 它不是这么分的 它就是188 然后后面是一句话 188创业移民 188投资移民 民间说的188C 也就是说区域州政府 他们也是这么叫ABC的 但是联邦移民局 它不是这么叫的 188C指的就是重大投资移民 500万 500万投资移民 你这个500万投在澳洲 四年 然后就可以拿到 永久签证 永居 7月1号有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 前后主要是一个 投资的一个structure 就是一个结构 你投资的分类 它有不同 我大概说一下 这个投资有什么不同 因为188 这个重大投资移民 有一个好处 要求比较低 我说的要求就其他的要求很低 只要你有500万 甚至你这个500万是父母赠送的都可以 证明你父母的钱的合法来源 然后赠送给你 一个学生刚刚毕业 你也可以申请重大投资移民 英文没有硬性的 你英文不过 可以我付英文学费就可以了 只要付钱 这个考核的侧重点不同 然后这个500万怎么投资 我先说7月1号以前 7月1号以前的是50万 风投公司 你要投资 300万是叫managed funds 就是这个基金是管理的基金 这个管理的基金 是要有那个financial plan 要有政府认可的 还有150万是在投资 也是一个managed funds 但这个managed funds 是和刚刚我说300万的不同 这个不同在于你要投资 这个股票 就是用那个基金是投资 一个叫创业板块的股票 要投资在这个股票上面 这个是7月1号以前的 那7月1号以后 就是说今年的7月1号以后 它所改变的这一个结构分类 主要就是风投增加了50万 你必须风投投100万 OK 100万 然后呢 以前的300万的管理的基金 managed funds 抽掉50万变成250万 然后150万不变 那这样正好架起来是500万 主要是这个上面的不同 OK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投了过后 所以你发现说四年嘛 嗯 所以说就是满了四年过后就可以转永居 转小过后就可以把钱 对 四年到了就可以拿出来 啊就可以拿出来 因为你申请永居的时候 你不是你申请他马上给你的 可能要等九个月 那可能要等一年 这个都有可能的 那你这段时间你说我钱投在里面 你这段时间你说我钱投在里面 我不能拿出来吗 可以 只要你四年到你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他就是没有硬性的规定 你必须是manager的份啊 必须是那个创业版的那个股票啊 没这个要求你自己去投吧 你投给我健身仪也可以 都没有没有硬性的那个要求就是 当然政府是最好你投在澳洲 因为你申请这个PR的时候 申请那个永居的时候 你有一个规划书 就是你接下去想在澳洲怎么样来发展 怎么样来投资 怎么样来做生意 当然是纸上谈兵 那不管怎么样 你要有一个规划 是这个样子 OK Any questions 最后一个话 比如说投了这个manage fund 这样有没有什么回报 有回报 那我不知道以后啊 我觉得以前从我的一个客户的经历来说 每年的回报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五到六 可能保守一点说吧 百分之五 我说总体来说啊 因为尤其是股票这一块 有时候会涨得很高 有时候很低 那个风险比较大就是那个风头咯 为什么叫风头风头 我就是风险比较大 一个变数 一个uncertainty是比较多一点 OK OK All right